然後那再來就是9歲小孩可以與家人 那個 因為那個 那個VJW有一個功能就是針對 他的定義就是針對行動不便 然後沒有 沒有那個 行為能力者 像小朋友他 沒有手機 沒有那個 所以可以列入同行家人 可以一起 一起檢查一起通關 然後順便補充一下就是 因為現在他們自動 都採用自動化的一些設備 那我們拉行李的這個部分的話 以前是你直接拉行李然後就海關人員 BB你的QR Code對不對 現在是 他有一個機器你要先去 掃 掃描你的VJW的QR Code跟你的護照 然後 列出一些明細就說你有沒有帶微禁品沒有確定 然後你就可以拉著行李海關就只是站在那邊 他也不BB了因為已經 有機台已經在BB了 已經代表BB了 他只要進去看到你可疑就 就只能抽樣你的 那個 行李檢查而已 大概是這個樣子 他不會是在那邊 他會不會再說 他的確定